这几个小霸在学校嚣张惯了 在校车内就对着路边的人疯狂嘲讽 很显然他们没有遭受过社会的毒打 就在他们洋洋得意的时候 男人一脚油门就冲了上去 小霸们还以为车里的人怕了 但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挑衅的可是黑帮老大 黑老大根本不惯着这一群小霸 直接叫停了校车 拿着家伙凶狠狠的走进了车内 说话呀怎么不说话了 刚刚不是挺嚣张的吗 怎么一下子就冲哑巴了 小黑直接解释 自己只是在开玩笑并不是要惹事 但光头却直接把枪顶到了小黑的头上 此时的车内一片寂静 愣是没有一人敢嚣张 好在黑老大只是给了他们警告 毕竟这都是一群涉事未深的小孩 不过这也算是给这一群小霸狠狠的上了一课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说完光头见状便下了车 这就是80年代美国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康普敦 这里每日都充斥着暴力面粉以及种族歧视 生活在这里的人永远看不到希望 他既是洛杉矶的黑人聚集地 也是当地有名的贫民窟 帮派纷争不断 但就是这样的社会环境 匪帮说场从此崛起 而我们的主人公正是目睹黑帮小车事件的库博 从小在街头混的罗奇 还有为了追求音乐梦想而离家闯荡的麦克 当时的美国国内物质技术丰富 媒体行业蓬勃发展 再加上推崇满足个人欲望的价值观的影响 大量的年轻人掀起了反主流文化 实行解放喇叭库 摇滚乐流行起来的同时 面粉也成了他们叛逆的表现 罗奇就是这个大时代背景下黑人年轻群体的缩影 他的生活没有光明没有希望 每日面对的不是警察的追捕 就是同行的黑吃黑 为此罗奇不得不寻求改变 一次年轻人之间的聚会给他指明了方向 此时他们正处于起步阶段 几人聘请了三名歌手 市场库博为康普顿这个城市写的歌词 但三名歌手却觉得歌词太过脾气 并且还说没有人会愿意了解康普顿这个地方 听到这里的麦克直接表示 歌手们也不服气 想出来理论理论 但无奈对方人多并失去的离开这里 因为歌手不唱了 无奈之下 几人想让罗奇上去试试 但没有想到这一唱还挺好听的 就这样 几人按照罗奇的声音出了第一个唱片 而这一部唱片却突然火爆热销 成为了连续六周的热门单曲 乐队NWA也就此成立 NWA的专辑虽然充滞着低俗和暴力 但所有的内容都来源于成员们的真实生活经历 只要听一遍就能感受到那个年代黑人群体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他们的歌曲 大多都描述贫民窟年轻人的生活 充斥着大量违禁词 那个年代的美国 被部分人崇尚为自由之都 遍地金钱 而他真实的样子 或许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有别于其他说唱宣称的爱与和平 NWA所有的歌曲曲词 大多数都带有批判 在经纪人爱里克的帮助下 他们被唱片公司签约 正在要前往其他城市巡演扩大名声 虽然巡演对生意有好处 但唱片公司的老板却担心 他们会惹出什么乱子 就在经纪人劝老板放心的时候 罗奇带着行李走了过来 结果打开一看 好家伙全是重火力 而罗奇却说自己只是用来防生的 因为他知道那边的人可不好惹 结果表演完的当晚 他就遇到了麻烦 麦克认识了一个小姐姐 结果这个女人的男朋友 当即就找上了门 男人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挑衅 马上叫屋内的兄弟们过来撑腰 几人拿着家伙直接吓走了混混 然后就是一顿小首饰开心庆祝 隔天经纪人就找到他们 让他们放弃明晚的演出 因为他们收到了消息 会有很多人过来闹事 他们在舞台上的歌词 已经激怒了一部分人 为了安全起见 明天的演出取消 特别是在看了他们明天要唱的歌曲 全部都是在dis警察 这无疑是赤裸裸的挑衅 在当时的社会 白人警察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可不是他们这些人能够评头论足的 但是他们却表示言论自由 于是几个人进行了投票 最后结果是明天演出继续 隔天几人就被一群警察团团围住 警长告诉他们 说唱的时候要注意用词不得体 粗鲁的话千万不要说 但在舞台上 他们并没有听话 在前往表演的路上 他们遭到了抵制 每天的演出现场 黑粉比真爱粉还要多 纷纷让他们离开这里 并且把他们的专辑像垃圾一样丢在地上 他们表示很无奈 他们只是通过说唱说出了一些事实 没有想到这样就抓狂了 在表演开始之后 场下的警察脸都绿了 而经纪人也一脸无奈 他知道这一次算是惹上大麻烦了 就这样 因为他们的肆意妄为 演出还没结束 现场就传来了枪声 他们拼命的逃跑 虽然他们的死死帮他们打掩护 疯狂地投掷酒瓶 但最终还是被全部抓了起来 而就在刚刚播放的发布会上 他们依旧坚定我行我素的说唱态度 有记者问他们会改变自己的用词言论吗 他们表示完全不会 但看似坚不可摧的NWA 却在内部产生了裂痕 因为罗奇跟经纪人私下成立了公司 并且还让其他人都签订为罗奇打工的合同 库博知情后觉得不公平 因为大多数歌词都是自己写的 而自己还要为罗奇打工 演出结束之后 库博打算离开乐队单飞 离开之后 库博的个人专辑卖得十分火爆 并且还把罗奇递死得体无完肤 反观罗奇这一边不仅单曲逐渐平淡 公司也危在旦夕 与此同时迈克也发现自己的合同有点问题 他拿着合同找到了罗奇分道扬镳 之后便和黑帮安德鲁创建了自己的唱片公司 但因为迈克签订了罗奇公司的合同 如果不解约的话 自己也是不能发布单曲的 就这样安德鲁找来了罗奇 他威胁罗奇签字为迈克解约 他正在表达自己的不满 说自己辛辛苦苦制作出来的音乐 可不是为了这些人花天酒地的 而此时一个帮派混混突然过来 也是二话不说就动起了手 而此时的罗奇正带着人来到了库博的场子 两伙人一见面都是剑拔弩张 但两人对视一会儿却又都笑了出来 过往的恩怨已不再重要 罗奇想拉库博重新合作 但库博的态度重新组合可以 但迈克必须也得回来 曾经是我们三人一起创办的NWA 现在重组也必须是我们三个 回到家后罗奇的老婆告诉他 这么多年来经纪人一直在欺骗罗奇 身体下挂走了很多经纪收入 此后罗奇拿着合同找到了经纪人 质问他是怎么回事 而他的经纪人还在狡辩 说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 一切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还让罗奇相信自己 但罗奇根本就不相信他那鬼话 直接当场把经纪人给解雇了 回来之后他给迈克打的变化 两人之间的恩怨也得以示然 可就在三人打算重新组合的时候 罗奇却因为患病倒在了地上 经检查他患上了HIV 在他最后的时刻 迈克和库博来看望他 并且没有过多久 这是一部关于HIPHOP说唱团体NWA的传记电影 展现了主要成员库博 罗奇和迈克出道前后的经历 登上巅峰的路程 以及分道扬镳直到今天的处境 虽然最终也没有等到NWA再次合体 但罗奇却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人要有勇气面对一切 要不为强权不惧压迫 但是却能真切的感受到 身处底层时 他们遭遇的那种不公压迫 而那种不公在几十年后的今天 也依旧存在 或许我们努力改变不了什么 但只要去抗争去面对 总能在未来的某天看到真正的光明 这次电影冲出康普顿 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大家